各位朋友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的话题是 中国大变局的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了 中国要想破局有哪一些可能性 哪一些选项 再就谈一谈 现在中国的民主派 要应当从哪一些方面为这个大变局来进行准备 先来谈大变局的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了 我告诉大家 现在的时机 不是半生半熟 不是七分熟八分熟 而是十分的成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所谓的大变局 实际上就是现有的体制 它已经不能够在这个体制内部 把矛盾消灭掉 而这个矛盾不断的积累 已经达到临界点 最后引起整个体制的崩溃 那么这些矛盾来自于哪一方面呢 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是来自于统治阶层内部 体制内的这个矛盾 第二个方面呢是来自于民间的官民之间的这种矛盾 这是两大类的矛盾 现在这两大类的矛盾呢都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先我们来看一看体制内的矛盾 现在啊 流行着啊 在北京的这个政权里面呢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新的四人帮 就像在文革末期啊 有四人帮啊 王章江瑶四人帮拥戴着一个年老昏溃 但是呢爆略无度的毛泽东 要恢复要这个进行文革一样 现在的这个中央啊 也有新的四人帮 就叫做王章丽菜四人帮 拥戴着一个蛮汉无能 但是呢 个人权力欲极强 想重新回到文革 想建立习家王朝的这样的一个习近平 这四人帮是哪四个呢 王就是王岐山 张就是张又霞 王岐山是掌握这个政法系统的和经济的 这个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习近平的重要的左右手 张又霞是帮习近平统领军队的一个人物 那么利呢 就是利战书是习近平的这个总管 是习近平的最亲信的最信得过的人 蔡呢 就是习近平的走狗蔡奇 因为他是北京市的市长 在过去啊就是九门提督的角色 他掌握着北京的这个警力和武警的力量 作为巩卫习近平的 也是重要的力量 这四个人加上习近平 这就是啊 现在党内的掌握最高权力的一小撮 那么这四个人在党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地位呢 是大家都把他们这个当作是仇人 是所有人憎恨的对象 就像文革末期那个四人帮 是所有的中共内部的各个派系 各大元老家族 他们共同憎恨的对象一样 现在这四个人加上习近平 也是中共体制内的纵实之地 他们破坏了整个中共的这个权力架构 他们影响了所有人的利益 他们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不安全 大家都在找机会要把他们干掉 这就是现在中共体制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已经快达到临界点了 已经达到临界点了 再看官民之间的矛盾 本来呢 中国人呢 就过去这几十年 在中共暴政之下都没有享受到什么人权 经济发展是发展了 有一部分人曾经享受过一点成果 但是呢 现在呀 这些那一小一小部分呢 这个中产阶级现在呀 要迅速的重新呢 沦为贫困阶层 而大部分的贫困阶层呢 现在生计都堪忧 现在经济下滑 让这些人生活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现在真正的面临着一个生存的危机 大家想一想 这一次过去的这一年 有几百万个企业倒闭 有几千万的人失业 那还有一些大学生 他们毕业之后 新毕业的这些大学生 都还没有找到工作 这些人现在呀 是不是忧心如焚呢 是不是为自己的前途 感觉到很悲观很绝望呢 现在全国上下经济 都是一片灰暗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民间的这种愤怒的情绪 这种反抗的情绪 这种不满 现在也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2019年将是一个民怨高涨 最后达到临界点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从这两方面看呢 中国大变局的条件 已经是完全成熟了 现在的关键就是看 怎么样破局 看谁 哪一部分的人 先来打这第一枪 有可能是在党内的人 先出现打这第一枪的人 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快就要召开 有两个重要的会议 一个是市中全会 是中共的中央的市中全会 到时候300多个 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大家要汇聚到北京去开会 要共商啊 2019年的他们的国家大事 但是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共的这个困局啊 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大家聚在一起干什么呢 聚在一起啊 就是一个发牢骚的一个好的机会 就是一个像这个把中共带到这种绝境的这个习近平这个小集团了公开发难的一个好机会 只要有人大家串通好了 有人站出来一呼应一号召 那么肯定就是军旗响应 那么这个时候啊 一场政变就开始了 但是呢 我也不能不说啊 因为这个里面呢 只有几百个人 而北京呢 北京又是习近平重点控制的地区 所以说要想公开的发难呢 在这个场合难度稍微高一点 但是不要紧 还有更大的一个会议 就叫做两会 就是这个政协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 三月一般是在三月五号召开 这两会呢 他这个人员呢 就更广了 参与的人呢 有好几千人来自全国各地 而且这两会呢 他们这个因为是要对外公开的 那么全世界的媒体都在那关注着 这两会当中啊 如果是中共的那些派系 那些元老大家族 做一下安排 极有可能呢 就有人在这两会当中啊 向习近平公开的来进行谴责 那么就会啊 得到不仅仅是得到两会的参与者的 广泛的支持 而且会得到全国的响应 那么这个时候啊 一场义正迟延的这种政变呢 也就能够进行下去了 这是党内开始打响第一枪的这个方式 那么民间呢 也有可能打响第一枪 大家都知道 今年呢 这个群体性事件的规模 是不断的增大 频率是不断的增高 各个地区此起彼此的都在爆发 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而这个群体性事件都蕴藏着一个潜力 就是每一些群体性事件 只要其中啊 有一个真正的有政治理念的团队 有懂得操作街头运动的团队 那么就有可能把一个群体性事件 把它变成一个持续的一个抗争 变成一个向外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起点 有点到面 一个群体性事件可以变成街头革命的首益之战 这也是一种破局的可能性 这两种破局的可能性呢 都是事在人为 一定要有真正的杰出的人物 有政治智慧的 有政治经验的这样的人去操作 而且呢 还要有相当的勇气 我呢 是不建议大家 普通的我们大多数的民主同道 我不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尝试 因为这种尝试呢 风险相当的大 但是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不做这种人为的推动的话 我们可以顺势而为 现在大势已经在这里了 中共他们就像一个 这个刹车失灵的 一部大卡车 在下山的路上面猛冲 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车毁人亡 车毁阵亡 车毁权亡 这是肯定的结局 如果是大家都不做孤单英雄 来向中共开这个第一枪的话 那么 中共的这个破局 会以怎么样的形式开始呢 还是以群体性事件来开始 只不过是 我们不是从一个群体性事件 向四周扩散 而是几个城市 准确的说是五到十个城市 同时爆发大规模的 超过一万人的群体性事件 有了这样的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同时爆发 这相互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共振效应 就会产生强大的政治冲击力 这种冲击力就会把 压抑了几十年的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民怨 就彻底的激发出来 大家就会受到激励同时上街 当全国老百姓同时上街的时候 这个变局就开始了 这个老百姓同时上街 这个时候也会给中共体制内的 那些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的 这些势力这些派系 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表达自己 他们也会在这个时候 向习近平进行公开的挑战 但是我在这里也要劝告一下 那些体制内的那些同胞 你们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形势 这一次你们不可能在党内解决问题 不可能像70年代 大家一起来对付四人帮一样 这一次是你们必须得 站在人民的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不能想打倒这一派 你们取代他们 重新来建立一个专制统治 不可能的了 中共的这一套专制体系 已经腐烂到了极点 这次一定会完全崩塌掉 所以说使食物者为俊杰 一旦你们找到了机会 尽快的就以民主宪政为号召 尽快的以此为自己的武器 来向习近平阵营发起进攻 站到人民的一边 这才是出路 这才是你们那洗清过去 在中共体制内所犯下的坠裂的 唯一的一个方式 人民会原谅你们的人民 在等待着你们 那么这一场大变局之前 民主派还需要做几个准备工作 最重要的几个准备 大家一定要先完成 有准备的人 我们才能够掌握 才能够把握这个重大的历史机遇 才能够完成我们历史赋予我们的 这个重大的使命 哪几个准备工作呢? 首先是信息的准备工作 那古人说的好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所谓知己就是要知道自己阵营的情况 我们要知道自己阵营的 哪一些人我们可以去联系的 我们可以去动员的 我们可以去组织的 再具体的说 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城市里面的 哪一些群体是真正的 愿意抗争的 已经参与过抗争的 比如说退伏劳兵的群体 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要联系的 这个P2P受害者的群体 我们要联系的 失业工人的群体 强针 强拆受害者的群体 所有的这些抗争的群体 我们都要联络 我们要知道他们的微信群 我们知道他们的QQ群 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这个电子邮件信箱 实际一到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 跟他们产生 跟他们联系 向他们动员 跟他们一起行动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那些支持我们的人 比如说世界各国的这些媒体机构 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 他们的联系方式 我们也要提前收集好 还有全国各地的这些民主同道 那些知名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我们都要掌握他们的联系方式 将来一旦起事之后 这些联系就会用得上 将来我们要把全国要做成一盘棋的时候 这些联系方式我们都用得上 这是知己 还要自比呢 要知道敌对阵营的情况 在我们这个城市 这个党政军的那些主要的领导人 他们的这个个人的状况 家庭的状况 工作的状况 思想的状况 他们的贪腐的劣迹 我们都要掌握 他们的办公的地点 我们都要掌握 家庭的住址 我们都要掌握 还有呢 就是政府机构的这些状况 哪些地方 这个党委 政府在哪里 公安局 派出所在哪里 电台电视台在哪里 还有啊 重要的交通输流 比如说火车站高铁站在哪里 汽车总站在哪里 所有的这些 我们都要掌握 还要我们不仅仅要掌握对方的情况 还要掌握呢 我们的战场 我们将来的要进行的是一场政治革命 是一场街头革命 街头就是我们的战场 我们要在街头表达民意 要在街头啊 通过民意来动摇军心 要在街头 击垮对方的政治意志 街头的这个情况 这些信息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得知道 哪一些街道 是最适合游行示威的 哪一些广场 是应当啊 这个最有政治上的 这个标志性的意义的 是这个应当是占领的 哪一些地方 是适合大规模的人群聚集的 哪一些地方 是适合安营扎寨的 这些信息我们都要掌握 不仅仅要掌握信息 我们还要进行物质上的一些准备 比如说 话筒啊 这个扩音器 扩音器啊和口哨 这些啊是群众运动啊 必备的工具之一 它不仅仅是一个 向大家喊话的工具 传递信息的一个工具 更重要的掌握话筒 就是掌握话语权 掌握话语权就是掌握领导权 就是掌握整个队伍人群的方向 那作为民主派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定要掌握整个人群的方向 所以像话筒口哨这些 我们就一定要事先的就准备好 同时呢 一场运动 我们也需要有旗帜 有需要有标语口号 那么我们把这些材料物质 都事先的尽量的准备好 我相信将来的革命呢 一定是一场颜色革命 而这个颜色将来中国的颜色革命 一定是以蓝色为主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呀中共它的这个主颜色是红色 红色是代表血腥暴力的 而蓝色呢 是代表环境的清洁和政治的清明 我们就要把这个当年新中会设计的 这个青天白日期原始的那个蓝色 我们要把它恢复 将来的革命就是蓝色革命 所以大家都准备一些蓝色的布皮 将来作为我们运动的旗帜 作为每个人头上缠的那个布条 作为我们大家这个秀上面做的这个秀章 到时候啊 让革命 让中国的颜色革命呈现出一片的蓝色 一场革命一定是要有大量的标语口号 覆盖着全城的 怎么样书写图画那些标语口号 那些政治符号呢 一定要有油漆 一定要有刷子 当然这些东西呢 是很容易获得 我们不必要事先的囤积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我们将来游行的地点 在哪些地方 能够迅速的就能够买得到的 这是非常重要 刚才说了 信息的准备物质的准备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策略的准备 一场革命呢 它不是一场游戏 不是一个晚会 不是一场狂欢 它是一个经过每一个步骤 都经过精心的算计的 是双方是以命相搏的 这样的政治斗争 所以说啊 必须得事先的计划好 大家在事先就要聚集在一起 对将来的这个革命呢 要进行反复的进行沙盘推演 怎么样推演法呢 大家就把当地的这个地图 把当地的所有收集的 所有的信息 大家都放下来 坐在一起 来设想 将来啊 这个革命会出现哪一些 什么样的情形 在每一种情形下 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的方式 比如说哪一些街道 是最适合游行的 那么在那些街道上面 如果是对方 派出大量的防暴警察啊 武警来进行阻拦 我们怎么样应对 如果他们呢 拿着盾牌警棍呢 来冲击我们 我们怎么办 如果他们啊 用这个啊 杀伤性的武器啊 来狙击我们 我们怎么应对 在将来我们占领市政府的时候 占领广电台 广播电台的 如果是对方的这个武警啊 鹤枪实弹的 来对我们进行镇压 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应对 将来对方啊 这个中共他们派出的这个卧底啊 或者是啊 极左分子来在人群之中啊 制造暴力事件 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应对 种种的应对啊 我们都需要事先的 要把它设想到 要有一整套的方略 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 我们能够想象的到的 任何的情势 那当然呢 有一些我们可能想象不到 但是如果我们 对将来出现的 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 这些啊 这些场景 这些情形 都已经有了 非常好的预案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胸有成竹了 我们的这个胜算 就会大为提高了 我们将来革命 所付出的代价 就会大为降低了 革命的过程 就会非常的顺利 做好这三项准备 那么我们就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那这个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忍得住啊 不要轻动 不要轻易冒险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跟很多的朋友 我都是这么说 啊 时机快到了 一定要保重自己 一定要保护好同道 我们每一个团队 每一个人 在这次大革命当中 只有一次机会 你们不要怕 其他的人笑话说 你们呢 就是纸上谈兵 我告诉大家 纸上谈兵 这个本身呢 他就是完全是合理的 汉出三劫之一的韩信 他能够联兵百万 攻必胜 战必胜 攻必取 但是他以前没有当过将军呢 他只是当过一个 这个项羽的门卫啊 那么他的这些智慧 军事才能是哪里来的呢 是纸上谈兵来的 是因为他把兵书 读俗了 读透了 融会贯通了 大家再想一想 政治方面 诸葛亮 27岁在他出山之前 他从来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呢 他除了自己在南洋公根龙某 仲来吉某地之外 他的这个工作履历啊 是一片空白呀 但是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呢 他没有出山 就知道山分天下大气呢 就是因为呀 他善于纸上谈兵 他已经把这个世界 把当时的这个情势 他已经都分析透了 他该了解的已经都了解了 秀才不出门 已经知道了天下事 所以说 他把前人的智慧 自己的这个思维上面呢 天赋 最后啊 融会贯通 取得了真正的政治智慧 这就是啊 纸上谈兵的妙处 所以大家一定要 尽量多的纸上谈兵 而且大家要一起来谈 那相互信任的 这些民主同道 大家一起来谈 形成一个团队 将来我们就非常的有战斗力 好了